那刚才给大家展示的就是长焦的弹机 那弹机的话一般弹机对方戳过来并且高于往的下旋球 那具体动作就是重心往前移身体往前进 然后在球的最高点用手腕发力弹机球的中下部把球给积弹出去 打开 那我放出来给大家示范的就是长娇的拱 长娇的拱一般拱的是对方发过来的反所谓的长球为主 那有些人会感觉长娇的拱和弹差不多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弹的话一般弹机进台下拳球比较多 而且弹的时候一瞬间的手腕爆发力要比拱来的强 而且球速要比较快 那拱的话是长娇一项比较稳定的起下拳技术 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讲解一下拱的技术要领 当对方来球到最高点的时候 我们把板筋给亮开来 然后触碰球的中下 把球给拱出去 那再示范一下 如果对方的球越转 我们就可以越拥有 最好拱住对方的底线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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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 2 2 3 4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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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7 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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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9 9 9 10 10